哎呀呀 这一天天的 啥也不是 一觉就睡到下午了 一闷久等了 这要是让徐老爷知道了 不得批评我是个小懒猫啊 我打听下情况 看大家都在干嘛呢 大哥大哥 你干啥呢呀 三弟啊 熊熊我整活呢 闲了聊啊 大哥啥时候这么勤奋了呢 问问二哥干啥呢吧 二哥二哥 你干啥呢呀 三弟啊 我整活呢 忙着呢 闲了聊啊 这一天天 这是都干啥呢呀 胖大海 胖大海 你在干啥呢呀 编鸟笼啊 根本编不完啊 你先自己玩 闲了聊啊 这一个个都是咋的了 咋都这么忙啊 萌宝萌月啊 你俩在干啥呢呀 哥哥 我俩在表演呢 忙着呢 等下了聊啊 嗯 等个得啊 这到底是咋的了吗 哎呀呀 发生了啥啊 五个小时前 开会了 好外 好外 听妈妈说 萌兰要结婚了 提琴队伍 都排到五环了呢 啥玩意 三哥要结婚了 萌兰这是真的吗 苗哥要结婚了 妈妈亲口给我说的 假不了 熊熊们都来提亲了呢 那我们是应该准备 新婚礼物了呢 那是应该早点准备了 也不知道 能准备点啥 看来的努力工作 赚小钱钱了 你们都有才艺 能赚小钱钱 我也没啥才艺啊 看来只能多编些 小鸟笼子了啊 你们都有才艺呢 我们姐妹俩更是啥都不会呢 姐姐 要不咱俩乞讨吧 放个空喷喷 让鸟们伤我们点小钱钱吧 你可闭嘴吧 真是服了你个老六了 都是馊主意 嗯 这事啊 得个凭本事了 礼物用心就行了 也别太为难了 还有些时间准备呢 散会吧 好的 嗯 吃出饭肠 碧有妖 不行我得问清楚 到底发生啥了呢 蒙玉啊 你过来一下 哥问你点事啊 哎呀 你咋还好头发呢 你还穿我脸了呢 姐姐 这是表演 咋还动真格的呢 行了行了 哥哥在叫你呢 哥哥 咋地啦 有啥事啊 蒙玉啊 今天出啥事了啊 我睡觉睡过头了 跟大家联系 大家都说忙得很呢 都没空理我啊 二哥说 你要结婚了啊 大家都忙着赚小钱钱 给你准备新婚礼物呢啊 嗯 啥玩意 我结婚 我咋不知道呢 二哥说是妈妈说的 体勁队伍都排到五环了呢 哎呀我的天啊 哎呀呀 妹妹啊 这下糟糕了 我把事惹大了 之前聊妹子 是为了月月啊 想着能在相亲的路上逃跑呢 徐老爷说要等审批流程呢 还要好久呢 这咋还弄出来这么多提亲的 这可咋整啊 愁死熊熊我了 哥哥 让你整天想着月月 这回事闹大了吧 我就不理解 那外面有啥好的呢 你咋就那么向往 看你这回咋收场呢 哎呀 你不懂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哥哥我的理想比天高呢 先不说这些了 看看这可咋收场啊 熊熊我不想要妹子 只想要自由啊 自己有的事 自己处理吧 哎呀呀 早还走了呢 你是亲妹子不 我想静静 熊熊我太难了啊 这哪是哥聊妹 是妹聊哥啊 我想看到外面的世界 不让我飞 人都不保险了 嗯 有了有了 有办法了 许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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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熊我又惹祸了 救命啊 喊啥 咋地 你又把啥给拆了啊 我让牧叔拿小本本记一下 熊熊我没搞破坏啊 是媳妇的事啊 你小子急啥 不是说了 得等审批流程了吗 不是那俩媳妇啊 是大批妹子来洗啊 听说都赌到五环了呢 熊妈妈们全都来提亲了 咋整啊 熊熊我要不了那么多媳妇的啊 说着吧 你都说了吧 谁让你那么耐 还自己找媳妇 熊熊我这回真的是搞不定了呢 帮帮孩子吧 熊孩子啊 萌萌已经给我说是啥情况了 你放心吧 你的婚事 熊妈妈让我们做主 要求严格着呢 一天天瞎操心 赶紧上班去吧 原来是这样啊 吓死宝宝了 哎呀呀 终于解决了呢 上班去了 上班去了 你怎么办啊 时间那么大 我还是想去看一看啊 时间那么大 我还是想去看一看啊 哈哈哈哈哈哈